大家好,又来到了SLEE进阶课程学习时间 让我们来到WTF学院进入进阶课程系列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在合约中创建新合约的另一种方式 也就是使用CREATE2操作嘛 还没有学习这部分内容的同学 欢迎回看上一期的视频 那今天我们进入下一课第26课 删除合约 当我们将合约部署到以太方网络之上 或许有需求我们期望将合约删除 那今天这边捷克的最核心的命令 我们会学习到的就是这个Self Destruct 这个命令可以用来删除智能合约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函数 我们很快会看到实地代码如何使用它 在使用该命令或函数的时候 我们会删除智能合约 同时将该合约中剩余的ETH转到指定地址 Self Destruct是为了应对合约出错的极端情况设计 最早它被命名为 Suicide 就是自杀 但这个词太敏感 因此为了保护抑郁的程序员 将它改名为了Self Destruct 这种改名在程序设计 程序开发的历史中也曾经发生过 比如像GitHub上 我们习惯于将主干分支命名为Master 但考虑到SlaveMaster这种敏感词 在过去几年中 大家逐渐习惯 不再使用Master为主干分支命名 取而代之就是Main Main分支 好了 话不多说 回到Self Destruct命令 我们如何使用它呢 这有个极其简单的示例代码 函数调用 Self Destruct 传入地址参数 这个地址参数 并不是我们要删除或销毁的合约地址 而是接收合约中剩余ETH的地址 接下来就是 非常简单的 一个可以删除的智能合约地址 合约名DeleteContract 它有一个payable的构造函数 constructor 同时定义了receive函数 函数DeleteContract 被用来调用Self Destruct 来销毁合约 并将ETH 转给谁呢 转给MessageSender 调用者 那么谁调用它呢 我们就转给谁 还有一个函数GetBalance 是获取当前合约的余额 所以这个合约是很简单的 我们部署的时候 可以向它转入一些ETH 然后通过调用GetBalance 来查看它的余额 我们再调用DeleteContract 把函数加函数将合约销毁 在销毁中 所有的变量都会清零 或清空 那么在DeleteContract合约当中 我们有一个唯一的状态变量value 它设为了10 当被合约被删除或销毁的时候 value状态变量会被设为默认之零 而GetBalance函数返回也是空 这儿有三点注意事项 首先对外提供合约销毁接口时候 最好设置为只有合约所有者可以调用 可以使用函数修饰符OnlyOwner 进行函数生命 这是确保只有所有者 才有权限进行改项操作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操作 当合约被销毁后 智能合约的交互也能成功 并且返回零 也就是说即使合约被销毁被删除了 我们依然能与它进行正常的交互 只是返回值始终为零 当合约中有Safe Distract功能使挥 通常都会带来一些安全问题和信任问题 合约中的Safe Distract功能 会为攻击者打开攻击向量 也就是攻击路径 给到攻击者一条攻击智能合约的路径和漏洞 此外呢 该功能还会降低用户的合约信心 因为这个合约存在这么一个删除销毁的接口 用户必然会产生担忧 这个合约的创建者是否随时可能就销毁或删除该合约 这也是合心合理的 好 今天内容相对比较简短 那我们快速进入 实力代码阶段 我们来看一看 Safe Distract究竟是怎么工作的 在删除前后 合约的行为会有什么不同 那我们依然来到 WTF3D课程的Github账号下 我们来看他们的实力代码 Github链接在课程的开头 就是这个链接 我们来到这里面的第26课 DeleteContract DeleteContract.so 这就是我们可以使用的合约代码 我们来到remix 创建个新的合约 叫Delete.so 粘贴代码 好了 非常简单的一个合约代码 我们编译 编译通过以后进入部署 我们先将部署过的合约清空 方便我们查看 现在我们可以部署 这个DeleteContract合约 我们可以看到构造函数是payable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可以传入一些ETH 我们现在用这个 还有80.9999ETH的账号 我们传入10个 部署 部署成功 可以看到我们账户减少了10个ETH 相应的在部署的合约中 我们看到balance10ETH 我们完成了10个ETH的转账 接下来我们看看balance 我们再看看value 好 我们现在会调用DeleteContract函数 它会对合约进行销毁 并将 剩余的ETH 转给调用者 也就10个ETH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账户 有70个 我们再Delete balance为0 表示已经被转走了 value 这个状态变量 也设回了0 表示一个状态变量 也被重置清空 再来看这个账户 变成了80.99 刚才是70 所以这10个ETH 就转给了这个调用者 那现在我们 是否还能使用合约 我们调用这函数呢 比如说我们再点击DeleteContract 这个transaction是可以成功的 依然可以调用 get balance也可以 但我们再调用Delete 就不会再去做什么销毁操作 那么我们是不是因为它没有ETH了 所以不能销毁 不能够转账给函数调用者呢 我们来尝试一下 比如我们在这儿 再设置个五个ETH 我们调用Delete 你会发现balance变成了5 但是呢 这个get balance 却得不到这个值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理解的是 这个转账依然在操作 合约依然拿到了这个balance 但这个地址是接收到了这五个ETH 但是这个DeleteContract的合约 已经被销毁被删除 因此这所有的函数都不会再工作 它都会只会给你0 包括状态变量依然是0 因此转入这五个ETH 在目前我的知识范畴里 它已经无法再转穿了 我们在不能像正常的未删除的DeleteContract合约一样 调用DeleteContract的函数的时候 还能把剩余的ETH转出来 因为我们这儿如果再放五个 你会发现我们这儿就变成10个了 这个合约里面 这就是我们合约在销毁删除的时候 它产生的实际效果 好了 我们现在来稍作改动 我们把这个合约调整一下 我们允许这个DeleteContract函数 接收一个地址 叫接收者 我们把这个地址 传给这个SafeDistract函数 我们来看看它会产生什么效果 我们期望的是我们能指定 这个剩余的ETH转给谁 好 我们现在先部署这个合约 成功部署以后 Balance Value 都是我们期望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换一个账号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787开头的这个账号 我们拷贝它的地址 它有100个ETH 我们把这个地址 粘贴到这个接收者的参数里 然后调用 你会看到 这个账号的 与我发生变化 刚才我借不错 应该是99 那我们再来一次 我们50个ETH 我们来再部署一次 好 这个部署的合约有50个ETH 作为Balance 我们来到 这个617的这个账号吧 我们拷贝这个地址 然后把这个地址作为 Delete Contract的 ETH接收者参数 这样我们先确认一下 它有100个ETH 我们调用这个函数 我们会看到 它现在变成149.99999 这个ETH就转给了 这个接收者账号 那我们用这个账号 再部署一次呢 给它10个ETH 部署的时候 那部署完成以后 这个合约里面就有10个 Balance是10 我们换到这个 4B2这个地址 这个账号 我们把这个账号 作为接收者 把地址作为参数传入 我们现在看到 它得到了 这个ETH的转账 现在是109.99999 中间略有消耗 那么这个ETH 就是这样转给了 这个目标地址 这就是我们如何 使用Safe Distract 我们也看到了 在编写合约的时候 需要谨慎 这个目标地址 决定了 这个合约被删除的时候 ETH 剩余的ETH 会传给谁 我们也了解了 在通过Safe Distract 销毁的合约 当销毁后 它的函数的 工作情况是什么 我们依然可以调用 但它已经不会在 会像合约定义的时候 刚部署的时候那样 按我们设计的 程序逻辑进行工作 那这就是 我们今天学习 删除合约 这个部分课程 相对内容比较简单 大家跑一跑 实力代码 应该就清除了 那我们总结一下 Safe Distract 是合约的紧急按钮 销毁合约 将剩余ETH 转移到指定账户 好了 这里提到 作者提到了 一个比较著名的 攻击事件 The DAO攻击 发生的时候 以太坊创始人们 一定后悔过 没有在合约里 加入Safe Distract 来停止黑客的攻击 听起来似乎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事情 那当时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课后去八卦一下 去学习一下 有机会在后续的视频当中 与大家分享 当时的攻击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合约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避免这样的攻击 好了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的进阶系列 已经慢慢接近尾声 还有最后四节课 那我们下一个学习再见 希望我们尽快能够 从进阶系列毕业 好吧 那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有任何的问题或者留言 欢迎同学们在视频下方 评论或者发消息给我 甚至可以发送弹幕 与我们交流 我会第一时间回复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吧 我们的分享今天就到这 有兴趣呢 大家别忘了点击关注 点赞 及转发 好 那我们下个学习再见 大家拜拜